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除了朴肉之外 宜兰必吃的还有朴鸭 在罗东夜市 有一家已经传承了两代的小吃店 他们把宜兰最有名的菜鸭 去骨切块腌渍 炸成了朴鸭 撒胡椒粉来吃 就是香酥碎 三个字 老一辈的说法就是台语 然后油炸的东西叫做饭 然后炸鸭他们就说饭 国语就跟你说饭 就是用饭的饭 然后翻过来就变成朴鸭 正在滚烫的热油锅前 得先念旧不畏高温的本事 陈家祥是小滩第二代 边跟记者说着朴鸭的由来 陈家祥的双手 也没咸着 一块块鸭肉继续下锅 算准时间 干净将锅里这块块金黄起锅 很香很脆 然后不会油 吃起来不会油腻 只有宜兰当地才有的特产 那像我 我每天都要来吃一吃 因为非常的好吃 你没听错 想吃骨鸭 你还得真的亲自到宜兰 卢龙夜市这家小店走一趟 老板娘周妈妈 熟练地抓起肉质饱满丰厚的菜鸭 对剖开来 取下翅膀骨头 剔除多余的脂肪 再细心地剁成小块 不像鸭说金鸭肉有没有 这都整个鸭肉都要煮到 那有鸭脂肪不动 不咬你 我们现在用鸭脂肪咬 那肉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 竹鸭肉得靠纯手工 所以想跟进怕麻烦 卖的人自然少 但40年前为了养家 当时的中妈妈不得已 向老板顶下店面 要鸭肉切多了 也在手上留下痕跡 我就管是这样 因为说这样 菜鸭肉比较稳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这样 鸭鸭鸭 就是变得歪歪的 为了降低肉腥味 鸭肉还得背心调味 糖 香料 特调酱汁 腌渍 油炸前 再加入增加脆度的地瓜粉 40年来的战战兢兢 才能确保味道始终如一 我们没有解决 这个人以前怎么够 我们就这样 这个古早里有吗 就40几年了 炸好的鸭鸭肉 撒点胡椒盐现吃 外皮酥香 一口咬下 咔嚓咔嚓作响 鸭鸭肉咸香入味 一口一个大小刚好 很容易就让人吃上瘾 嚼劲很特别 跟一般咸酥鸡不一样 炸得蛮好吃的 它肉还蛮软的 不会说很像就是冷掉 有些冷掉会很干很硬 它不会 吃起来就非常的脆 它那个味道就好像 初恋的那个感觉 就是初恋当中的初吻 你们有初吻过吗 有没有 有的话你就知道那种感觉 好不好 好 好 鸭鸭除了现炸现吃 配上Q滑炫口的油面 淋些大骨高汤 简单用韭菜葱酥提味 就成了清爽的骨鸭面 清澈的汤头喝得到甘甜原味 而被高汤浸润过的骨鸭块 软嫩却又不失脚感 它的高汤本身就有一种 大骨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鸭肉 就是综合在一起 然后又加韭菜 然后油葱酥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香 光是补鸭如果还没有办法满足你 店里也有骨鸭条 淋上肉燥的骨鸭 点缀着油葱酥豆干和韭菜末 拌均匀之后入口 QQ的骨鸭裹上肉燥 是在地人口中的古代味 骨鸭的话就是比较有弹性 对 而且不会很夹就短的那种 对 跟肉燥拌在一起 就我觉得跟一般的干面味道不一样 而且也不会很咸 接手小吃店三十多年来 周妈妈不只传承口味 也延续精神 感叹着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导致她体力大不如前 所以她也要求接手的儿子 每年清晨六点 就到店里处理食材 才能够确保客人吃到新鲜原味 从清晨六点到晚上十点多 十几个小时的长时间工作 看在妈妈眼里其实也有不舍 同学或是朋友怎么外出人家 假日 其實我會願望 期望兒子趕緊安定下來 小小的古牙店 串連起兩代濃厚的母子情誼 也或許樂於很多在地人來說 這獨特的古牙滋味 代表的正是記憶中 熟悉溫暖的家香味